我去 雪德曼 怎么感觉有点恐怖呀 这什么 没有想到 雪德曼 在天黑之前呢 我们进入了这片森林 但是 既然已经来了 我觉得一下也走不出去 这好像是一个迷宫一样的东西 那 哎呦 有点慌 雪德曼 管它呢 咱们先走吧 我们尽量找一片矿洞 咱们趁着天黑下矿 其实这个森林呢 它好像没有什么恐怖的地方 只不过这个音效 这什么 哎呦 野狗 是狗吗 哎呦 吓我一跳 吓我一跳 我想找一个矿洞 直接下矿 哎 哎 是我看错了吗 哎呦 不见了 哎 哎呦 不行不行不行 雪德曼 我撤了我撤了 这好像就是一个怪物 得了得了得了 我走了 我现在就感觉 我好像走不出这片森林 要不然咱们直接 挖下去 哎 好像出来了 雪德曼 前面呢 就是我的世界正常的地形 哎呦 好好好 只要没有这个恐怖的音效 我心里边就没有那么慌 这又是什么 又是那条狗啊 不管它了 咱们直接游到河对面 哎呦 雪德曼 从没有感觉小将如此可爱 原版的怪物 我真的是太喜欢了 像刚才那个森林 是真的有点恐怖 哎 这边还有铁 亿万收获啊 那看一下这边 是不是一个矿洞啊 好像可以下去 呃 这什么东西 回响重尾 这应该是刚才在森林里边打的 啊 不管了不管了 咱们看一下 哎 好像是一个矿洞 但怎么 等等 铜也可以挖下去啊 还可以下去吗 煤炭 挖一点挖一点 咱们可以做活吧 哎 这怎么又出来了呀 那就得了吧 兄弟们 咱们去找一个天然矿洞 咱们直接下矿了 没办法 兄弟们 这个光影实在是太暗了 南瓜就把它关了 下边是一个大矿洞啊 咱们直接下 哎呦 苦力怕 真可恶呀 这东西 差点把我炸死 好好好 我们吃点东西 回下洗啊 咱们直接跟着这个水源下去 这么高的距离 落地水 说实话 兄弟们 南瓜不是特别有把握 咱们还是稳妥一些啊 尤其是现在 咱们这个装备还不太行啊 只有一个头盔 还有鞋子 啊不对 裤子啊 咱们直接下来 刚下来 还有小江来迎接我 哎呦 不对 我忘记做盾牌了 那咱们就先搓一个盾牌吧 矿洞里边的苦力怕 和小白还是比较多的啊 没有盾牌 真的是寸步难行 我们先把自己围起来 做一个盾牌再说 好的 来一个盾牌 那现在咱们就可以探索了 这次下矿呢 我们的主要目标是挖一些铜 还有铁啊 因为有了铁 还有铜 哎 咱们就可以去制作傀儡了 有了傀儡 帮助我们前期 打些怪什么的 还是特别舒服的啊 如果可以遇到钻石的话 更好 如果遇不到的话也没有办法 这个铜也需要挖啊 我们需要很多的这些矿物 下边是这个 这叫什么地形来着 管它呢 咱们先下去 哇 真漂亮呀 哦 这水里边怎么还有一头狗熊呢 它不会淹死吗 有没有矿 铜矿 OK 煤炭也挖一点 现在只要是任何矿物 只要咱们看到咱们都挖了啊 前期这个矿物对我们来说特别重要 铜 但是铁我还是觉得是最重要的啊 铜的话挖一点就够了 我们可以制作傀儡就行了 这边有很多鱼 哦 我明白这个狗熊为什么下来了 它想吃鱼 哎 下面有罐子 这什么意思啊 能打破 哦 可以打破 哦 里边有东西啊 这什么东西啊 灰烬 亚马种子 哇 下面是远古城的一些地貌 那下面的话咱们就先不下去了啊 尽量咱们不要去招惹守卫者 坚守者啊 坚守者我们现在肯定打不过 这边有铁 挖点挖点 哇 这边还有好多罐子 不过这罐子里边都是一些破烂 骨头 还有这些灰烬什么的 有什么用呀 这 没有用 青金石 青金石也可以啊 咱们可以用来附魔 对不对 看一下啊 这边还有罐子 这罐子我都不太想挖了 没什么 两颗绿宝石 哇那 那这样啊 兄弟们 这个罐子里边有绿宝石的情况下 我觉得肯定是有钻石的 哇这罐子好呀 罐子好罐子好 我错了 罐子好啊 兄弟们 还有罐子 能不能拿点钻石 哎呦 这次没有啊 这个东西也是看运气的 而且我在下面发现了一个小屋 不出意外的话 南瓜觉得下边这个小屋呢 应该就是这个洞穴的勘探小屋 大家如果看过我们之前的探索之旅 应该知道啊 这个小屋里边有很多这个石板 还有一些勘探台 如果我们获得这个东西呢 咱们就可以找到一些 极具特色的这个洞穴 这个洞穴里边有很多大量的这个远古生物 或者是有些特别威力大的武器啊 所以说这个小屋 咱们要去看一下 走去看一下 哎 又有绿宝石 看一下里边有没有考古学家 哎 达成了一个进度啊 洞穴的进度 有这个石板 还有这个洞穴的 一个一本书籍 现在的话 其实咱们可以做一下这个熔炉 来把这个铁烧一下 我们现在这个铁裤子 还有铁胸甲是没有的 我们可以做一下装备啊 OK 先把铁矿烧一下 里边还有个房间啊 书架 洞穴坑探台 要的就是这个东西 那接下来的话 咱们后期就可以研究这个石板 然后呢 去探索很多的洞穴了 先做一个胸甲 再做一双鞋子 然后呢 咱们还需要一把稿子啊 因为我们这个稿子耐久也不多了啊 再等三个铁定 我们有了稿子 咱们就出发 这个铜定和铁定 其实也差不多了啊 我们既然已经下矿了 咱们看一下能不能找到钻石 如果找到钻石 那是更好的 咱们就可以直接做一把钻石稿 然后呢 和村民换一个石运三 咱们就可以挖一整套的钻石套了 挖钻石的话 没有石运三啊 南瓜是不建议大家去挖的 因为石运这个东西 真的是太重要了 好的 三个铁定 我已经看到钻石了 兄弟们 我在老远就已经发现了 好的 希望直接来三颗 咱们就可以做把稿子 咱们直接回家啊 只要三个 来来来来 给点面子啊 我愿意 不愿意了 兄弟们 直接来三个 我相信我的运气 只有一个啊 哎 兄弟们 我好像发现这一次下矿 矿里边的怪物 真的不是很多啊 什么原因 哎 头顶又有一颗 可以啊 直接来两颗 不是一颗啊 头顶又有两颗 嘿嘿嘿 咱们三颗咱们就回家 直接挖掉 啊 又是一颗吗 哎呀 好难受 还差一颗 继续找 必须找到三颗 嗯 嗯 钻石 可以啊 来来来来 这次掉了两颗 那一共 不对 掉了三颗 那一共五颗钻石了 那就够了 对吧 我们接下来呢 再去挖一些这个 金子什么的 咱们就回家了 回家就可以制作傀儡了 啊 这个傀儡真的是特别厉害啊 有了傀儡之后 我们下矿直接把傀儡 往旁边一放 它就可以充当我们的保镖 我们就可以安心的挖矿了 对不对 这下边还可以下去 啊 不过我们这个背包 现在已经是特别特别满了 那要不然咱们就直接回家吧 先看一下啊 还有没有钻石 哦 这下边还可以下去 啊 那就 哎 得了得了 回家了 回家了 来吧 谢谢观看